女孩一天要洗四十多次走 脚上的死皮多到抠不完 为了能够多赚些钱 她每天都要和二十多个不同的男人见面 这是秦海露的荧幕处女作 不仅荣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 还在香港和国外拿下了二十多项大奖 却因尺度太大在内地被禁二十年 秦燕是个模样俊俏的东北姑娘 自小学习京剧的她一直有一个戏剧梦 可是婚后父母便接连下岗 丈夫又整日碌碌无为 为了生活 她只好放弃唱习南下打工 靠着一张旅游签证 她来到了据说遍地是黄金的香港 因为只能停留三个月 想赚快钱的秦燕干起了皮肉生意 她住在逼着狭小的出租屋 只要老板的一通电话 她就得放下手中的盒饭 跟着马仔走街穿向上门服务 秦燕年轻漂亮 还学过多年金句 身段妖娆的她深受客人喜欢 因此秦燕总能拿到一笔额外的小费 只是客人们总喜欢问上一句她是哪里人 秦燕四川湖南山东 几乎所有省份都说了个遍 却从不说自己来自东北 或许家乡是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方敬 秦燕的身上总是系着一根红绳 这是这行的规矩 代表着妓女也并非赤裸 秦燕洗澡睡觉都不摘下 这也是她留给自己的最后一点尊严 转眼间她已经来香港一个月了 生意每天都十分火爆 和同行不同 秦燕接待前后都要洗澡 手脚都被泡得起了褶皱 狭窄的小路也走了无数回 这天出门接客时 身后的马仔被人用榴莲砸了头 身子一软晕在了路上 秦燕一看想要报警 可苦于身份特殊不方便 只好向巷子里的其他人求助 然而这家人看了看情况 也摇摇头不愿报警 秦燕不知道的是 女孩阿芬一家是从深圳过来的偷渡客 每天东躲西藏的逃避检查 当然不敢报警 她更不知道的是 小阿芬已经注意她很久了 作为来自深圳的偷渡客 他们一家住在阴暗污汇的出租屋里 母亲干着洗碗打扫之类的杂事补贴家用 小巷里来来往往的人很拨 却没有像秦燕这样漂亮的姑娘 阿芬常常偷偷打量这个漂亮姐姐 羡慕她能够再向子里自由出路 却从来没有什么交集 几天后 康复的马仔拿着一颗榴莲来到阿芬家 问阿芬有没有见到砸她的那个人 询问无果后 马仔接了一把刀 将榴莲打开后吃了个金光 剩下的可用刀插着横在路上 似乎是一种示威 但对于没见过榴莲的阿芬一家 却很是心情 马仔伤势好后 秦燕又开始了接客 只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血 这天她照常走在小路上 恰好碰到巡逻的警察 于是急忙躲进一旁的杂物堆 结果阿芬也躲在这里 眼看警察离这里越来越近 为了不让两人全被发现 秦燕主动站了出来 说自己是来这找朋友玩的 看着她快要到期的相当签证 警察也没说什么 只是提醒她到期前尽快离开 这次的出手相助 让她和阿芬一家熟络了起来 没事时她就来巷子里帮忙洗碗 她觉得眼前的阿芬 和小时候的自己很像 于是像是姐姐一样呵护她 不久之后是阿芬的生日 爸爸为了庆祝买回来了一个榴莲 一家人围着这个新奇的水果看个不停 却又对她坚硬的外壳无从下手 锤子巨子齐齐上阵 最终终于打开了这个水果之王 阿芬小心翼翼的拿起一块尝了一口 尽管闻起来有股臭味 可这水果的味道却出奇的细腻香甜 就像是和秦燕的相遇 算不上奇妙体面 可两人却渐渐轻易起来 三个月的签证马上到期 秦燕即将离开香港 才恍然发现自己从未好好游玩过这里 其实他们这一行有休息日 只是秦燕为了尽快赚够钱脱离苦海 永远都是加班加点的感 她想趁最后几天带阿芬出去玩玩 可惜两个人都有事 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在香港的最后一天 秦燕破了自己这些天的记录 一天接待了38位客人 累得瘫倒在床上一动不动 不知道睡了多久 她被电话吵醒 距离她离开香港还有一个小时 老板又给她接了一位客人 秦燕没有怨言 立马起身换衣服 接完这最后一个客人后 她匆匆坐上前往深圳的火车 又转车了几趟 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东北 从炎热的香港到入东的北方 秦燕感受到了久违的寒冷 终于逃离了那个苦海 可她的内心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甚至对接下来的日子有些茫然 父母觉得她在外面有了出息 商量着这次一定要大摆宴席 在外人面前长长脸面 丝毫没有留意到秦燕的落寞 晚上洗澡时 秦燕依旧带着那根红绳 似乎还没有从那个身份中转变回来 正如她的羞耻 也没有因为离开香港而消散 甚至时不时的 她还接到从前劳保的电话 虽然知道听筒那边的声音没有人听到 可秦燕的心中总是弥漫出一种羞耻感 酒席的事情很快安排了起来 在爸妈添油加醋的吹嘘下 秦燕在外面赚了大钱的消息传遍了村庄 亲朋好友喜笑颜开 却不知道他们大吃大喝的东西 全都是秦燕一次次出卖自己换来的 看到秦燕如今的风光模样 姨妈带着表妹过来寒暄 想让她带着表妹也去见见世面 秦燕含糊着不知道如何作答 只说表妹年纪太小 过段时间再看看 宴席结束后 秦燕和丈夫提出了离婚 两人早已冒合神离 而去香港的这三个月 更是让这段摇摇欲坠的感情走向了消亡 两人一起去民政局办理了离婚 盖戳一案 秦燕的心事落了地 她出来在集市上买了一份烧饼 就着挨挨白雪在路边吃了起来 晚上曾经的好姐妹约她一起去做美容 看着她魂不守舍的样子 姐妹问她回来之后准备做什么 秦燕说没想好 那有什么难的 你在那边干什么 你过来也干什么呗 秦燕一阵沉默 难以言说的苦涩再次在心底蔓延 回家之后 她向父母坦白了离婚的事情 父母唠叨了两句 说她有钱连家都不要了 秦燕起身去厨房洗碗 想将那些牢骚远远地甩在身后 水冲到手上的一瞬间 她想起了自己在香港做活时的场景 于是找来橡胶手套戴在手上 似乎是想和过去的日子彻底告别 然而不久之后 秦燕却收到了一个来自深圳的包裹 打开一看是一只榴莲和一封信 是阿芬一家人寄来的 他们告诉秦燕 在她离开香港后不久 一家人也被警察查到前返回了深圳 但这次阿芬的心情却是轻松的 东躲西藏的日子她过够了 如今回到深圳 反而觉得日子愈加香甜了 她叮嘱秦燕回家之后也要开心 秦燕会心地笑了 她将榴莲跟朋友们一起分享 像小时候一样一边吃一边聊天 她终于决定重新开始 好好生活 然而朋友们的想法却截然不同 他们追问着秦燕南方好不好玩 在不久后也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而他们的命运又会如何 谁也不得而知 毕竟我们向往的生活 和我们现实的生活之间 有时就是一个榴莲的距离 那些带着坚硬的粒子 难以入鼻的气息 让人心生畏惧和恐慌 但在努力探寻过后 或许能品尝到从未感受过的甜美